最近的印度真是一肚子坏水 领土争端 经济打压 被害妄想等一系列毒点 在这个国家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人不禁发出疑问 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到底怎么了 据海运网5月14日消息 印度海关月初在纳瓦舍瓦港口 扣下了122个来自中国的集装箱 理由暂且不明 但结合莫迪最近的一系列举措来看 显然不是什么正经理由 要不然 作为印度的国家官方机构 早就应该做出声明 而不是在这里硬拖时间 今年正值印度大选 莫迪所面临的情况并不乐观 为了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 莫迪甚至赤脚走上印度街头 给穷苦民众分发食物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种行为是否在作秀 但至少对于莫迪来说 这些都是保证 他是否能连任成功的筹码 而在4月的时候 莫迪还亲口说要改善对华关系 5月就出现了这种事情 中方对于印方的态度 也很费解 不知道莫迪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些被印方扣下的集装箱里 装着大量中国制造的微芯片 准备运往印度进行销售 但给印度海关这么一扣 不仅交付日期被迫推迟 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也随即遭到了延迟 更不要说商品售卖还会错过最佳时机 本来从卸货到点货最多也就几天时间 现在光是印度海关直接把货扣下来就过去了十几天 等于是什么流程都没推进 官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说可以让中国的运营商提走货物 迫于无奈 他们只能等待印度当局的处理结果 相关人士分析 印方此前在南海问题上支持菲律宾没有占到便宜 在天南河谷边境问题上也遭到了中方的严正拒绝 屡屡碰壁之下 印方只能用这种下作的手段给中国使绊子 很典型的打不过你就恶心你 他们总觉得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就是自己说了算 实际上印度此举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都说家筹不可外扬 印方此举等同将家筹摆到了明面上 给全世界的媒体看热闹 纳瓦舍瓦港是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新型集装箱港口 是印度最关键的海上国际贸易数纽之一 在这里发生无理由的扣押事件 无疑是为印度的对外贸易口碑蒙上了一层阴影 之后如果再有大宗的贸易商单 估计投资方也要掂量掂量 印度这一亩三分地到底能不能保证最基本的公平和安全 据一媒《经济时报》 与其他本地媒体的综合报道数据显示 中国在2023至2024年度已经超越美国 一举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可印度却在2024年尚未过半之际 做出这种奇怪举动 无疑是让其他国家对其望而却步 早在今年1月份 还是在纳瓦舍瓦港 印方拦截了一艘自中国开往巴基斯坦的货船 对外声称船上存在敏感物资 表面上看有理有据 实际上印方所指的敏感物资 不过是一台用来制造零件的 意大利产数控机床罢了 后来印方为了给自己找回面子 还添油加速地说 这架机床能帮助巴基斯坦生产导弹零件 对印度国家安全造成潜在性的威胁 这种行径简直是与美国如出一辙 印度洋虽然叫印度洋 却并不完全属于印度 这样的做法霸道至极 全然不顾其他国家的异样眼光 还有一种可能性 印方就是在针对中方 背后就是美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 俄罗斯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联合经济制裁 莫迪趁机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 在高价卖到欧洲赚取差价 美国则是给印度提供了资金技术支持 想让他们牵制中国 作为其亚太战略的一环继续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印度倒是完成了大哥交给他们的任务 但对于一个梦想 未来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来说 这样的行径显然缺乏气度 只会利用本土优势进行不公平竞争的一方 注定走不远 目前印度的出口总产值不到全世界的3% 工业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在这种背景下 更应该虚心学习 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 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将喊出的口号变为现实 如果莫迪继续针对中国贸易市场 可以预想到 接下来对于印度的冲击将是空前的 印度想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 无疑是痴人说梦 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在这样下去 莫迪只会将印度拖入遥遥无期的长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